这可能是刘庸最大逆不到的一次 在皇家御场里不仅跟皇帝坦诚相见 还打算说点掏心窝子的心理话 这一切还得从他在金鸾殿门口尿尿被抓住开始 刘庸晃悠悠 顶着一脑门丝草料 扑通往地上一跪 直接走起了刘庸 那满朝的王公大臣直接乐出了声 毕竟谁能想象曾经的一品大猿 会顶着一头的杂草来见乾隆爷呢 刘庸这会儿是鱼醉未解 干脆是晃晃悠悠的起身往前右走的几步 继而又一个华柜 接着又刘庸 何大人看着自己过了命的好兄弟 如此窘迫 脸上直接挂起了迷之微笑 他已经想象到刘庸被分解成英雄碎片的场景 乾隆老大爷也果如何大人期待那样开启了问罪模式 刘庸你知罪吗 太上皇刘庸不知何罪呀 您别说啊 您还真别说 乾隆老大爷还给了刘庸一个开口解释的机会 你说说 昨晚你都干了些什么 这个宫廷月酒的劲儿 是的 老刘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他想了想表示 草民想起来了 草民被太上皇千里迢迢折腾回来 参加什么淘汰率超高的大型真人秀 千首宴 那指定是还得感谢太上皇您的大缺大德呀 何神 你说 你说 那何大人是咔咔给金鸾殿上架子 不得不说 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何大人是从历史底蕴到人文内涵 把金鸾殿的神圣性赋能到了无以复加 戴清历史渊远流长 乾清宫是真正的龙庭之地 我们的先民请龙入殿 奠定了天国上朝的地位 刘庸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在咱们龙外上消解 这是要破坏成大清的文化自信 要断绝咱们的子孙后代七云的呀 那才以为 刘庸 罪当廉池处死 何忠堂 您 您 说什么呀 我怎么 听不懂 你装个什么胡说 那你到底想起了没有 这流罗锅子 那脑子里即刻想起了老丈人的尊尊教诲 知之为不知 不知为不知 十六桥开了九桥瞬间领悟了魂学 正所谓吃喝拉撒 人皆有之 何大人一整个就着急了 迫切地想要把好兄弟送走 你把尿 撒在哪儿了 面对这种激烈的言辞攻势 混学告诉我们 撒哪儿了 老朽年卖七段尿瓶 应该是走哪儿撒哪儿 没固定电话 那这个时候混学的目的就达到了 嘉庆就跟太上皇乾隆说了 父皇 这 我寻思 刘勇指定是喝酒喝多了 太高兴 才会如此放飞自我 下去 有了这个台阶 乾隆利落地挥了挥手 统统下去吧 流罗锅子 也是晃晃悠悠地起身 一头钻在了金鸾殿的地板上 这一波装疯卖啥 属实是让乾隆的血压 挠一下就上来 但他是万万没想到啊 让他血压飙升的事 还在后面 你见过乾隆下棋耍赖吗 眼见刘勒锅子要赢了 乾隆立马按住了刘勇的手手 这是活气 不能提 眼瞅着刘勇是一死不让 气得乾隆老大爷 呼啦就把棋盘给推了 刘勒锅 麻溜地挥在地上 突出一个乖巧可怜 且不能吃 太上皇 玩儿规 玩儿 你生奶奶的气 那乾隆老大爷 邪醒直接上来了 那讲话了 你之前跟我下棋 不是和棋 就是小叔记者 现在就跟开了狗一样 怎么你回了一趟山东 就能赢了朕呢 跪在地上的刘勒锅子 那嘲讽技能 属实是点满了 容草民说句实话 这几十年呢 草民不是赢不了 只是不敢赢罢了 要不然 让您五个子 也不行 乾隆愣住了 内心受到了强大的冲击 什么玩意儿 无子都不行 那你这次 为什么就敢赢朕了呢 刘勒锅即刻表示 因为老子 现在辞职了 一 我不怕您 扒去我的巢夫马挂 二 不怕您 摘了我的顶带花铃 三 不怕您 把我霸直为民 四 不怕您把我 充军八佩 我山东老家 已经是很贫穷的了 乾隆呢 一口噎住了 接着就要发动 灭族黄盾 到这儿 就得看看刘勇 是怎么拍龙屁的了 如果说何大人的龙屁 是简单直接 那流罗锅子 就叫一个润物戏武生 先是一句 草民敢赢太上皇 是为什么 是因为太上皇您呢 一生风流倜傥 放荡不羁爱自由 所以对这种小事 不拘一切 铺垫了一拨后 刘勇才缓缓推进 接下来的话 太上皇您一生 只在万里江山之上 施展您的雄才大略 绝不会在一尺建方的 小小棋盘之上 和草民论断成 因此草民才敢斗胆 赢了太上皇 草民猜得对不对啊 笑完了 乾隆老大爷也表示 你跟着喝茶 喝了一身的汗 咱俩一块去洗个大澡 咋样 留佣心子 这感情好啊 挨看看你的优妞 又看看我的妞妞 某种程度上 这不是君臣两人 坦诚相见 十分甚至有九分的好 不多时 君臣两人就换好了 禁语洗装吧 乾隆一挥手 就把两个搓草太监赶出去 刘勇也挥挥手 把小姑女儿也赶走 那刘勇给出的理由 也是十分底充分的 太上皇和草民的那 他是 杰龙老大爷 被逗得前仰后合 那乾隆就开始炫耀自己的功绩了 结合历史来说 可以说乾隆这个营 上了岁数之后 是退去身上政治怪物的特色 多少有念旧的 比如动不动就把 七十多岁的永齐他妈叫过来士气 两个家起来 半个多世纪的老头 老太婆指定是没有身体交流 只有一个老大爷 搁这儿跟另一个老太婆吹牛逼 就比如乾隆老大爷现在的状态 这是当年平定伊犁之乱 俘虏了不少准个人工巧将 让他们照着 土耳其国王公的样子修的 刘勇也在这时候下了套 咱这基本赤条条相见 也算是平等了吧 如两个自自然然的赤子 此刻你和草民是不是 试试看平等相待 说说各自的心里话呀 朕从出生到现在 从来没有和谁平等相待过 有了这个奇迹 乾隆也说出了自己的高处不胜寒 一壶白硬的滋味并不好受啊 谁知道 跪在阵脚下的皇清国戚 文武百官 一个个心里想的是什么呀 是包藏祸心 是心怀鬼胎 是图谋不轨 是七是骗 是蛮 还是诈呀 你会觉得 那些锦衣绿凹底下 包藏的全是祸心 掌握大清帝国一辈子的乾隆 在跟柳庸赤诚相见后 流露的却是对权力的恐惧和不舍 乾隆看着流落波子 又开始的叙叙叨叨 老乾隆清晰的意识一件事 老师无可能不行 但不行也没人可选了 老乾隆还搁着叙叙叨叨 刘庸直接叫起了 几乎要被乾隆遗忘的名字 浅龙的活儿 哼就起来了 你知不知道 随便叫真的名字 是要被二等分的 你别说哈 这会儿的老栗子 还挺讲道理 居然还同意了 一扭头 刘庸就开始给老栗子 展示了一波 老北京搓扫技术 搓扫师傅刘庸 那咔咔一顿搓 搓着搓着就开始给老栗子 化条上了 栗子啊 有一说一 你当皇帝属神是有得有失啊 什么有失 你听我说 那刘庸能让你老栗子起来 发动黄盾吗 指定先给你摁着搓叔父的 那是一口一个 人非圣贤 孰能不过 主要目的就是要退去皇帝身上那一层神性 说你是天子 那不过是个 凤争化 你也是仁慈 印旗之子呀 吴立张总 啪的想半天 也没想起来 印旗是谁 你 你怎么敢 先父的名讳 流落锅子 你这样子读错戴清著名文学作品 大义绝密录的作者 小心小心言止 阴沉宅男 晚上就敲你家玻璃啊 忽略掉这个无关紧要的细节 流落锅子是一边搓背 一边告诉老栗子 你那实权武功 还有你那个平顶大小金圈 花了多少银两啊 一两千余万两啊 而国库年收入才仅三千余万两啊 六次东巡 五次西巡 地方政府的开支可就是亿万啊 你连连的大摆宴席 扩建宫史园林 仅就这两项 那何值是亿万啊 哎呀 国库每年下来 续存剩下多少你知道吗 多少 乾隆这会儿像是个倔强小老头 勉励维持着最后的尊严 七八千万两总有吧 没有 那四五千万两 留用心思 你上哪四五千万去 四五百万都 很难的了 只剩下二百多万两银子呀 国库就剩下二百多万两银子 那可不是啊 这一下就把正在泡草的老栗子整个不自信了 溜落锅子说了这么多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他过了命的好兄弟何大人 你知道何深在你的纵容之下 一句正不信之后就换了老栗子给刘罗锅捶背 君臣两个人交流了一番感情后 两个人从禁语系的状态恢复 刘勇也正式败别了太上皇乾隆准备养老回乡 只是他也想不到因为一首诗 他的回乡之旅结束 一篇两篇三四篇五篇六篇七八篇九篇十篇十一篇 飞入草丛 都不见春风树花又 果然是一字不差 戴卿大文好的老栗子作品居然被刘勇抄袭了 在何大人一番添油加速的描述下 是啊太上皇 这首诗能在至今记忆犹新 乃太上皇二十年前之旧作 刘勇这个不要脸的 居然敢把他收入诗集当中 太上皇您是不知道啊 这事在戴卿论坛上都传遍了 这事连路人都传遍了 一步当时我就随便买了一本诗集 没想到居然跟当今下个诗 那老栗子的伙 汤就起来了 刘勇正在收拾家具 准备回山东老家的刘勒波子 还没出发 就看见胡公公进来传旨了 圣旨内容总结起来就是 你抄袭了这段作品 天老雅作一位 薛定恶忠诚的皇公进卫 顺便还履行了一下自己的使命 把刘勇本就不富裕的官邸 给搜查了一顿 等刘勒波子一脸莫名其妙的进了殿 前楼直接把超级的罪证扔了过去 刘勒波子一看 那心里是 万两万两的 赶紧说 自己就不应该把这首诗收入诗集 你要这么说 那殿内群臣就帮刘勇回忆了 当时的场景 明明是皇上念了四句诗 前面三句 平平无奇数数 最后一句 太上皇有如打通任督二脉 醍醐灌点 又好似一瞬间 开启基因六节 男男低语出了画龙点睛之句 当时大家伙都没听见 只有刘勇男男重复了几句 大伙才听得清 前龙很好奇 打游诗是什么 底下就有一老歌 我邻居家就是游场 我给您唱一个 掌握帝国六十年的耻木老龙 猛的从黄金马桶上起身 那身上滔天的气焰 逼迫的让人不敢直视 预知流庸 誓死是生 欢迎长安大拇指三秒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